不知道很多花友羊绣球是否经历过这种现在的一个大面积的一个黄叶啊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黄叶 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呢就是我们会把这些黄叶呢全部给清除下来 清除下来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的一些饱满的雅点 这种东西呢如果说温度很适宜的话它会开花会长叶子 会长得非常非常的一个哇塞啊 很多花友说老花姨为什么我的黄叶呢 黄叶都不要紧 您看看您这个是不是有这种饱满的雅点 因为我们这边呢是温度比较冷 现在呢就吐噜吐噜黄叶 这些呢有一部分啊我们会拉到冷库里面 就是说拉到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棚 我们会集中的放到那去过冬 等到明年春天的时候呢我们再拿出来 因为我们地方不够用啊 有话说你们那么大地方还不够用啊 这个不是难想象那个样 但是呢也有一部分呢会放到暖棚里面进行加温的一个处理 就是让它更快的去开花 我们在春节前后呢会孕育出来很多的一些个开花的那种绣球 那这边那这边这些个呢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叶子都特别特别的不好 有的话说你这些个养的真拉胯啊 快死了不懂 没有 你看这么鼓鼓包包的全是一些小雅点 这些个东西呢就是我们放到走廊道里面正常的去养护 等到明年的时候呢 它会长得大大的 郁郁葱葱的 老大一堆的那种绣球花 那有的话说会不会死 肯定会 但是呢只会有个别的会死掉 这种一百个里面可能会死个一颗两颗啊 这个死亡率很低的 这个存活率很高啊 就是好了 希望花儿们呢就简单的盖它一下个点啊 明年春天的时候我们家有二三十个品种的一个绣球 有很多 价格也很美丽啊 有的话说你现在怎么不买 现在不如不卖 你买回去以后呢也是一个杜劫期 这段时间不如交给专业的我们来处理这个事 好了一篇关于绣球的一个简单的养护的点盖它一下 有不错记得点个赞 下期养花视频呢 视频下方留言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转一 下期再见 不见面生 拜了